立法院今天持續進行國會職權修法 議場內不平靜 在議場外更有上百位民眾集結 並要行動我藐視國會 更串聯全台七個縣市各地集結 在立院的場外 民眾特地請假前來響應行動 處辦單位也統計 這次共有超過50個公民團體集結 捍衛民主 民導科醫政也在臉書上發文 說自己會到場聲援 我表示現在的國會 舉起牌子聲嘶力竭大喊口號 即便下雨也不妥協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實在不滿因為立法院持續進行 國會職權修法 質疑提案內容讓國會擴權 公民團體凝聚民意震出來 更有人發口號傳單後 還要趕著去上班 等一下要去上班所以先發 正義的程序的話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有一些 不是很OK的立委們就是 走一個黑巷的路線 所以訴求就是翻黑巷 上班族利用早上時間參加活動 拿起張張反黑箱單子 其中更有大學生請假來抗議 我六點半就到了 上次就來了 就是禮拜二的時候 藐視國會法這個 其實本身是侵犯了我們的言論自由 民導科醫政臉書發聲要到場參與 更呼籲網友發文 用插字表達不滿 地面周遭超過50個公民團體響應運動 但民眾這次不只為在立法院 南北包括台中彰化 嘉義高雄等地串聯全台七線市聚集發聲 這些法案有些是有些是利益良善的 可是它的內容太過粗糙 那我們希望這個社會可以多一些討論 我不知道民眾黨跟國民黨的 的召集人在擠什麼 我們希望能夠知道這個答案 而面對立法院公民團體場外集結 警方不敢大意派出為安 待命各200名警力 也設置鋸馬護欄才柔性處理 不過上午民眾下班下課後 預計人數會更多 立法院議場內表決大戰第三回合 民眾也在場外抗爭到底 接著黃金網尾稱台北報導 謝謝